而23号上午在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 举办后山文学年度新人奖的记者会中 为了呈现诗词之美与表现方式的变化可能 也特别邀请到回篮诗社和三方乐访 带来了与国乐演奏搭配的古诗吟唱 以及由宝商国小吟诗班所带来的 舞台剧形式展演的《新诗朗读》 充分地展现出了文学的多样性 23号上午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办理 2019后山文学年度新人奖政见记者会 特别邀请到2014年后山文学奖 散文类首奖得主出席分享得奖 进而出版自创集的新路历程 同时为了营造文学一脉相承的气氛 特别邀请到来自花莲的回篮诗社及三方乐方 以古诗词吟唱搭配动人的国乐演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办单位更是邀请到宝桑国小吟诗班 五年级学生 演绎2018年在地书写信师类 国中族优选黑暗走过桥一诗 宝桑国小吟诗班学生 将黑暗走过桥一诗中的情感变化 与诗作内涵 以独特的剧场演绎方式呈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曾经经过风风雨雨 在梦里遇见你说话 你的解不开的错 能遇见你 我很开心 我脑海缓绕着心 我无法忘记 热水的那天 你的日月一朝 都让我散开 我的心仿佛一直对我说 你在我心里 从光明变黑暗 心诗的挑选 其实是孩子们自己选的 然后呢 我们是看了这个诗句之后呢 然后跟作者谈过 然后了解他当时的创作的那个状态 所以呢 那时候我就决定说 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像他当时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呢 心里面在探索 在摸索一些 就是他自己朋友的状态 或者什么这样 所以我就把这个呈现出来 就好像人啊 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在找寻 找寻他的一个目标 找寻他一个伙伴这样子 如果单单只是用声音表情来做 那只是纯粹的那个传统式的那个朗诵的方法 其实那个对作者真正的那个当下的 他那个情绪的状态 其实我想是表达的没那么完整 所以我来想说 尽量尊重那个 想要呈现作者的那个整个的状态 所以我想说把这些元素都加进来 那样子让孩子们呢 可以比较完整 稍微完整一点 然后去呈现作者的整个的状态这样 透过两段不同形式的演绎方式 分别呈现古诗以及新诗之美 让民众领略文学变化的可能性 更深入感受后山文学呈现其后的新传文化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